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和秋叶一起学Office之XL片 我们在使用XL的时候 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就是查看数据了 不过有一些表格数据量非常的大 比如这个表格里面有差不多300多条数据记录 要在这些记录里面查看上海分布的所有数据 因为数据不是连续的 所以查看起来非常的麻烦 要在这些海量的数据里面 找到我们想要的数据非常的难 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三个小技巧 让你快速准确的找到你想要的数据 第一个技巧 如何按照条件筛选出你想要的数据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案例 因为数据不是连续的 查看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如果把这些分散的数据都集中到一起 查看起来就快多了 使用XL当中的筛选功能可以实现这个需求 具体的操作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选择区域当中的任意单元格 然后选择开始选项卡 在工具栏的右边找到一个叫做排序和筛选的按钮 点击并选择筛选 或者在数据选项卡里面 点击这个漏斗形状的筛选按钮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每一个标题行上 都多出了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按钮 我们点击销售部这一列当中的按钮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列表里面 是销售部这一列包含的所有数据 我们选择任意一个比如北京分布 然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把北京分布的数据都筛选出来 这样表格中看到的就只有北京分布的数据了 类似我们还可以查看上海分布的数据 我们再次点击这个按钮 首先取消勾选北京分布 然后勾选上上海分布 点击确定 这样就把上海分布的数据全部都筛选出来了 第二个技巧 如何给数据排序和归类 筛选功能确实能够把相同的数据也都筛选出来 集中在一起查询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但是在查看其他部分的数据 我们需要反复的点击这个筛选按钮 然后取消勾选 再重新勾选 点击确定 这个过程有点繁琐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把所有数据根据销售部一次性集中起来吗 有 这个方法叫做排序功能 可以把相同类型的数据 批量性的集中在一起 首先我们选择要排序的销售部这一列当中的任意一个单元格 然后在开始选项卡中点击排序和筛选 然后根据需求选择升序排序或者降序排序 这里我们选择升序排序 排序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销售部这一列 就根据分布的名称 把相同的信息都集中在一起了 掌握起来非常的方便 关于升序降序排序 我们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对于数字来说 升序就是按照数字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 小的数字排在上面 大的数字排在下面 反之降序就是按照数字由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 对于文字来说 升序就是按照汉字的拼音字母 由A到Z进行排序 降序则是由Z到A进行排序 关于排序和筛选 还有更多高级的使用技巧 比如使用排序功能快速制作工资条 比如使用筛选功能进行多条件筛选等等 这些更多的高级技巧我们会在第六集当中放大招 第三个技巧 快速隐藏不想看到的数据 数据集中起来之后 如果我们现在只想看上海分布 不看到北京和深圳分布的数据要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想到的是隐藏 像这个样子 先把北京分布的所有数据都选中 过了再回来一点点 然后点击右键选择隐藏 然后再选择深圳分布的数据 这样选择选择选择 过了再回来一点 好 点击右键选择隐藏 然后还有长沙分布的 我们还要再继续的拖动选择 然后点击右键隐藏 这个过程非常的麻烦 还不如使用筛选来的快 不过下面要介绍的这个方法 比筛选更好用 它叫做分类汇总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你注意到没有 在行号的旁边 多了一个这样的加号 这个按钮我们点击一下 就会展开北京分布的数据 再点击一下旁边的这个长条 北京分布的数据就折叠起来了 类似的我们点击第二个按钮 可以快速的展开和折叠上海分布的数据 另外我们点击顶部的这个按钮 可以快速的隐藏所有的数据 点击二这个按钮 可以显示各个分布的汇总信息 点击三这个按钮 可以展开所有的数据 这样操作起来 是不是比较筛选要快很多了 那么这个按钮是怎么添加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 首先我们要根据销售部这一列 对数据进行一个排序 把相同的数据都集中在一起 然后点击数据选项卡 找到并点击分类汇总这个按钮 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里面有很多的选项 但是我们真正用到的呢 就只有一个分类字段这个选项 我们选择刚刚排过去的销售部这个字段 另外呢 下面的两个选项可以用来做数据的汇总 比如这里我们选择求和 然后在汇总项里面勾选销售金额 这样的话就会得到根据销售部汇总的北京 上海 深圳各个分部的销售汇总 我们点击确定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呢 我们在行号的左边看到了这个折叠的按钮 点击一下这根线 就可以把北京分部的数据呢 都隐藏起来了 只显示出上海分部汇总数据 以及汇总的消息金额 这就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设置的汇总选项 所得到的 另外呢 我们可以点击数字2这个按钮 快速的隐藏所有的数据 然后呢 再根据需求展开需要查看的数据 非常的方便 不过你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为什么一定要对数据先进行排序呢 我们来看一下不排序的效果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回到表格的初始状态 同样的我们选择数据选项卡 点击分类汇总 分类字段 选择销售部 然后其他的默认 我们点击确定 哎 你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出现的折叠按钮非常的多 折叠起来呢 就不会那么方便了 这是因为分类汇总 它的分类原则呢 是连续相同的数据作为一部分 然后添加折叠按钮 我们之所以要先进行排序 就是让数据变得连续 减少折叠按钮的数量 提高数据查看的效率 哦对了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折叠按钮太多了 想要取消之后重新添加 可以点击取消组合 选择清除分级显示 就可以清除所有的折叠按钮了 课程的最后 按照惯例 我们快速总结一下这节课的知识点 首先第一点筛选 使用筛选功能 可以把相同字段的数据筛选出来 方便集中查看 第二点排序 想要一次性把所有相同的数据 都排列在一起吗 请使用排序功能 第三点分类汇总 分类汇总功能可以给数据 添加上折叠按钮 快速的隐藏或取消隐藏数据 非常方便 哦对了 使用分类汇总之前 记得要对数据先进行排序哦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快去下载参考资料 自己动手试一试吧